4月3号及4月23号花莲接连遭遇强症 导致灾情不断重创花莲的观光 而观光业者原本还期望在暑假旅客能回笼 但是目前的住宿退房潮都已经退到了10月 东大门夜市门口罗雀 受创的各饭店也纷纷暂停营业 4月的地震要让花莲的观光复苏 恐怕还得一段时间 南花莲日里火车站人潮稀落 来回看只有零星纪人 原本热闹的市中心受地震原因人潮大减 影响最深的目过于民宿业者 位在镇阳受风箱两层楼的海景民宿直接被震垮 花莲市区还有好几间民宿被列为围楼 旅客根本不敢住纷纷退订 旅宿业住房率平日假日都不到5% 平常我们的住宿率超有四层五层 现在几乎可以讲是观光客的部分是零 0403强震后观光受到重创 好不容易撑过一段时间准备重整旗鼓 又接连遇上好几波强震 花莲俨然成为空城 地震 林震各方面都担心 还有交通 最主要是交通 余政不停交通受阻 花莲观光形同被判了死刑 尤其在几个月暑假就要到了 但退房潮已经退到10月 整个旺季都没指望 花莲壁区的景点之一 东大门夜市晚上到了 店家却几乎拉下帆布布营业 因为知道旅客极少 干脆自行放假 减少水电开销止损 太鲁格精英酒店也公布 将暂停营业到6月底 山岳村更是直接关门 全部40名员工统统被资遣 五星级亲子度假酒店的汉平酒店 也宣布将歇业待拆除重建 那原本以为0403的地震过后 5月或6月的住房呢 应该可以止跌回征 可是又一个0423 那房间数呢 住房率呢 又再往下降了大概3到5% 经历0403强震后 让花莲观光业受到重创 原预计暑假能全面复苏观光 现在看来恐怕还得一段时间 记得中文报道